首先带您来关心台湾激光江振民的重点禁闻 我们接获目击者的独家爆料 有监视器拍下江振民在西门町的一间MTV 带着一名少女摇摇晃晃地走出电梯 直接叫了计程车还送她上车 这名目击者就表示了少女看起来好像有嗑药 本台也独家地前往了江振民 前进大联盟前的最后一场公益活动 听到这些问题江振民不愿意多谈和派上离开 至于监视器中拍到的这一名少女 本台也独家找到了她的身份 她曾经在学校发生过霸凌事件 因此情势并不勉定 但也不排除她是因为缺钱对江振民先人跳 或是有不正当的金钱交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招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